混濁的泥水伴隨大大小小的石塊 暴雨襲擊南投仍愛鄉的南風村 一座加油站竟整個被淹沒 你看我現在腳底下通通都是碎石塊 那這些碎石塊其實都是 昨天下午夾雜的泥水直接掩蓋下來 掩蓋整個路面 原本好端端的加油站如今剩下上半部 招牌通通泡在水裡 甚至出現小瀑布 這已經是南風加油站設立以來 第四度遭到土石流襲擊 居民冒著風雨拼命用鏟子 鏟開水溝蓋的砂石 但馬路已成小河水幾乎淹到膝蓋 但就算寸步難行 也想儘速解決斷水狀況 台風尾帶的好雨造成土石流 讓南風村災情不斷 但更緊急的狀況是一名七十歲 北北發燒昏迷 救護車卻上不來 多數道路貪方讓國軍難以進入 民眾急發文求救 如今只能倚靠年輕人 一間間尋訪受困村民 背著到避難所 只是經過一夜大雨不停 村民得擔心生存的家 更得顧及生命安全 三十七年中關有王宇軒 下方有王家很難偷藏不到 都是全部流下來了 完成了 全部都出來了 吸水向巨浪 伴隨土石 直接在居民眼前把好幾台車衝走 路面滾滾泥流不斷衝灌進鐵皮倉庫 這是仁愛鄉徹村之一的村陽村 居民暫時安置在庇護所 但徹夜不敢合眼 國家警報一直響 對對對 哇 每天都一直都在響 這晚上它那邊就整個水都衝進去 樹木那個怎麼被那個樹木擋住 所以它水踩不出去 遭到土石流無情摧殘 這間茶葉廠 鐵捲門被土石流撞到變形 內部機械全毀 這個地方就是茶廠 茶廠 全部都被淹沒了 村陽村一共六部機車 五戶民宅都被土石沖刷 力道之大 路邊護欄好幾段已經流走消失 村陽村的居民因為路段 無法離開四百多戶 共計一千三百位居民受到影響 當中還包含須定期就醫的老人家 洗身患者還能多撐一天 但如果道路遲遲無法搶通 恐怕會衍生出新的問題 目前對外訊號非常微弱 加上時不時停電 村長村民經歷一夜驚魂 白天仍舊打起精神 清理家園 試圖對外求救 3D新聞吳坤瑜 南投報導 去年才剛打好 這座名霸客路鋼便橋 受到大雨沖刷 橋面凹陷變形 支撐了鋼梁彎斜 滾滾泥石流不斷沖刷 整夜大雨狂下 玉碎溪水位降低 露出一大堆巨石 堆積在橋體周圍 把名霸客路 這座鋼便橋的鋼梁 防撞撞統統衝毀 而這一條通往南橫的必經之路 禁止通行 影響最嚴重的就是 拉芙蘭 梅山 復興三個里 四百三十三個人 失去唯一的連外道路 索性有先儲備兩周物資 不過傳出災情的不只這兒 溪水暴漲混濁 水勢相當湍急 薩拉阿悟橋拉起封鎖線 因為連到這裡的山路 邊坡 路中央 都被大小落石給卡住 大雨狂下 山區居民也很憂心 災情擴大 打卡儒阿里 正在間接性的下大雨 目前雨量桶已經達到四百毫米了 這是連續兩天的雨量 五號高雄五個山區 繼續停班停客 區公所也派員上山 卻離住戶 截至五號早上九點 三個原鄉 桃園區 納馬夏還有茂林 已經撤離九百四十五人 配偶了喔 好 麻煩你來 好 不然那邊有沒變嗎 沒有 如果你們下去 當然給我們 有下雨就會下去 尤其桃園總共八個里 其中六個被列為 土石流的紅色警戒區域 至於斷掉的 明霸客路高面橋 公眾也派駐機具 就等天氣轉情 家境搶通 三列新聞 謝文彥無惠山 SNG小組高雄報導 旁邊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